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方都在讨论马克思主义200周年 马克思诞生200周年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了 其实我有感觉 马克思究竟是什么 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据我所知有那么多版本 有列宁的版本 有考斯基的版本 有斯大林的版本 有托洛斯基的版本 有陈独秀的版本 有张古涛的版本 有王明的版本 有毛泽东版本 有刘少奇版本 陈伯达版本 康星版本 张宗教版本 反正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就有一个马克思的版本 那么所有的人都说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 别人都是假的 这个呢 就有点好玩 我就像那个极端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的伊斯兰 是真正的摩斯林 其他的都不是 虚拟派的认为实业派的 不是真正的摩斯林 实业派的也相反 也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我对马克思的研究不多 我觉得马克思就三一内容 第一个内容 公有制 第二个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个内容 共产党的一短宗词 专制 我们一样样来分析 公有制 我们知道 公有制是一个最没有社会效率的一种产权制 当然有人会辩解说 资本主义也有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是什么概念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是什么概念 凡是公有制的东西 它在经济上都是没有活力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就是关于公有制的问题 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发明了 人类的经济史已经证明了 公有制是没有效率的 公有制是没有活力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暴力革命 也就是说 一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民意的强权镇压暴力 这种东西好像有人同意 有人反对 有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我回忆一下 恩格斯在马克思目前的情况 就是说 仅仅发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新贡献 马克思的新贡献在于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一种暴力的强权的 以杀戮为特征的反人类的重型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 共产党所谓工人阶级的政党 那我就奇怪了 工人阶级为什么只有一个政党 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政党 自产阶级可以有几个政党 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 就共产党 并且这个政党是一党专制的 这个政党和马克思以前的所谓初衷 就是开放元论啊 人民自由啊 人的解放啊 都是相冲突的 马克思说 他都是共产主义要解放人啊 但是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不是解放人 他是压抑人的 他是以暴力的手段 所谓消灭阶级 阶级就是人的组合 所以呢 马克思这个东西呢 现在还有人来讨论什么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呢 我觉得是有很荒谬的事情 真的很荒谬 马克思的所有的实践 就以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所有国家 从苏联到东欧 到什么波波特的捷普寨以及朝鲜 人类历史已经正面了 马克思也好 共产党也好 无产阶级专政也好 以这种东西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人类的灾难 毫无例外 毫无 当然了 这个叫习近平又马斯又季起了马克思的大旗 啊 我们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的 劳动人民从外媒翻身当家做什么 共产阶级 你那共产党都是共产阶级丁 什么杜撞出一个共产阶级丁 一定要内部什么斗来斗去斗死人的 你说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不能进行 不承认不存在这种东西 马克思主义就不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他所奉行这种主义的这种国家 是人间的地狱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他这种东西拿到县材来 德国已经是不要的 马克思的诞生地是不要这些东西 中国还记起了马克思的旗帜 现在还来考什么200年纪念日 好像是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我告诉你 马克思主义就不走 马克思主义只能把中国添加灾难 当然我还听到这种说法 曾经听到这种说法 就是说人类历史从马克思诞生到现在 这200年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列宿主义者 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这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马克思诞生到现在200年以来 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你能保证从现在到往后的200年以内 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马列宿主义者吗 也没有吧 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马列宿主义者吗 产生不了吗 那你产生不了怎么办呢 那还是能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不是 那邓小平呢也说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也这样说 毛泽东被毛泽东害死的 刘少奇他也会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最重要的流氓主义者 请大家抛弃他 不要再执迷不悟 马克思救不了中国 救中国的 看看台湾就知道了 就像主义者 就像朝鲜半岛的什么主体世界 救不了朝鲜 看看南朝鲜就知道了 东西德南北韩 大陆和台湾都证明了一条 什么狗屁的马克思也好 社会主义也好 共产党也好 他们所带来的只能是灾难 他们所面临的只能是地狱和审判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好吗 谢谢大家